今天要跟大家說說遊戲有個小小消息 有個叫銀河追逐戰,應該是中文譯名,就是白卜亭皇帝的指揮船 他說這次活動會由玩家自己本地時間的2月8號半夜 而8號半夜就會開始,到12號完結,重點會在船艦戰鬥PVE 他就說皇帝指揮船的藍圖會有一個機會,每一點的船艦能量有4% 如果20點能量是80% 他就說每一次的APTEM都是每一次計80%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你打船艦戰鬥,可能是打普通的,8點能量一獲 打8點能量一次,就會是乘4,32%掉落率 跌這個指揮船的藍圖 如果你是選擇困難模式,你可能是選擇最高能量消費的,就選擇20的 20乘4,就是80%掉落率 最漂亮的掉落率就是在這些板數 但留意一件事就是 你打這些板 他本身掉落的東西照會給你的 帝王那個指揮船的藍圖 是一個額外的掉落 但那個掉落率是另外計80% 原本的東西只不過額外多一個東西 就不影響你本身的這些板數的掉落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這些20點能量的板 你是有些人物要拿,或者有些道具要拿 你可以選擇打這個板,例如 Empersnest 你可以順手打他 或者你是需要打有些什麼人物 或者好像你Ship Fighter,很多人都沒有七星的 可以選擇打這些板 但到時候就留意一下,你可以刷新水晶 例如2月8號那晚半夜,即未到2月7號 臨到12點或臨到reset之前 你可以 這裡刷新三次水晶 滾了三次 滾了三次的 滾了三百六 這個船艦能量 滾了在這裡 一過了12點,就2月8號的時候 你就 可以 可以 賺多一次的刷新 你省省少少水晶 那就拼命滾它 看看你選擇哪個版要打,你自己選擇 這隻船 很大機會會是千年鷹的黑星 但未出的技能組出來,我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未知多少星解鎖 所以這裡大家 要留意一下官方網頁更新 或者留意一下我的影片更新 因為現在看到我有學都會更新 影片給大家看 這次 但這次很明顯是一個 陷阱 It's a trap 為什麼呢?因為之後會有 救國和國武士 另一個活動 轉期活動 應該是英雄 英雄旅程的活動 如果在這個時候 因為這隻船 而使用水晶 可能影響到之後獲得那隻人物 但這裡要留意一下 如果 我這個初步建議 我要看看這隻船有什麼技能才知道 初步建議是 如果你是 上次韓蘇羅千年鷹活動 你未獲得這隻船 我會建議你花一點點水晶在這裏 拿回帝王船 去幫你 爬回 那個 那個 船南競技場 如果你本身打千年鷹 有千年鷹 我不管你幾個星 你有辦法打得 打得高 高高排位 你可以考慮一下 不急 去聰明這隻 這個就自行決定 但這裡都暗示了 不是暗示了 明示 有機會將來會有其他的地方 例如酒館能量 在暗示 在光明片 去 出現這個活動 所以這次 你盡力去解鎖這隻船 因為都不知道怎樣解鎖 我估計是5星解鎖 145粒碎片解鎖 我估計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活動是一個變種的 變種的天幕活動 其實都是想 困你洗水晶 只不過不同的方法 只不過你 可以有機會 如果我可以儲到水晶 有機會解鎖到這隻船 但最終都是 要到時才知道 讓他多出一些詳情才知道 那隻帝王的船 應該就是白卜亭皇帝 這隻說明是Empli 就是帝王的船 這隻船就好像第一軍團的 卡羅蘭那隻船一樣 會是 超過一個人駕駛的 我估計會是 白卜亭皇帝和 皇室守衛 有機會再加上 這個風暴兵 因為這三隻 皇室守衛和風暴兵現在少人用 可能這三隻 加上一隻才有一隻船 騙你去升那些人物的 裝備 然後可能要你課金 如果你覺得忍不住就要課金 應該就會這樣做 這樣就困你了 這裡大家自行決定如何處理 這次的活動 我自己真的很認為是 視乎你有沒有千年英 這條影片做到這裡 下次有什麼新消息 我會立刻做更新告訴大家 多謝大家